咱们今天去看一下旧金山的九曲花街 这里是一个大上坡 九曲花街也算旧金山的一个景点 现在咱们大约再走个六七分钟 就能到九曲花街了 这边都是居民区 现在是旧金山的三月份 三月中旬 还没有到清明节 但是这边路边的桃花杏花 还有玉兰花都开了 已经是春天的景象了 是一个很大的上坡 也比较宿景这边 九曲花街应该是 有那种像这次行的那样的 拐弯的那样的街道是吧 然后里边有些摆着花朵吧 应该是 我的理解是这样 现在在爬坡 这边这边的气候 这边的气候觉得还是不错 四个季节都能看到绿叶 接着往上走 附近都是三层的小楼 都是老美他们的住宅 看样子 还算比较整洁 这边 有两个白人的老外在落客 叫乱巴的 轮巴底街 再往上走 有一个外国的小孩 在压压血雨 这个写着 SFFD Access Don't Not Block 旧金山消防队通路 不要阻塞 这边可能是停消防车的 里面有人打篮球 前面就应该快到了 那个SF 就是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FD 那个F应该是fire 火 F-R-E是吧 D呢 应该是department 旧金山防火部 哎呀 这个坡道很陡 看 怎么回头来看 能够看到 夕阳下的 旧金山附近的居民区 这应该是一些 游览完的这个游客 坡道真的很大 这边 这个树叉掉了 是自己掉的吗 自行脱落的吧 自己脱落的 树枝太沉了 前面就是了 已经看到它这种Z字形的路线 这个Z呢 在那个英语里有人读成Z Z 也有人读成Z 是吧 或者Z 咱们读白了都成Z了 看这边有很多游人 这是咱们刚才来时的路 这个发出怪叫的车 应该是吧 消音器卸掉了 它这边 是可以走汽车的 你看它这个汽车 就从这边 左拐右拐 左拐右拐下来 中间是走汽车 两侧是走 走行人 它这应该是 这个汽车拉着这位游客 在这里面体验了一下 然后下车的时候呢 这个游客也在这拍了一下照片 人们有的是 从上面下来了 现在好像都没有看到 什么花朵是吧 下了一辆越野车 从这个坡道慢慢下来的 这个车是日本生产的 叫什么牌子忘了 叫AQRA 这个是本田 这是日系车的展览 上面英文字母写的stop 减速 又是个本田 这个小路上有很多行人 都有点 有点 人比较多 它没有分出左右 所以两边人行道 大家随便上 随便下 也没有什么方向 又下了一辆车 雪佛来 它的刹车 发出一阵阵 刺耳的声音 看 咱们现在往上走 坡道比较缓 很缓的坡道 没有特别高的台阶 带寿 这个院子带寿 在这住 每天接受游客的检阅吧 所以这个主人 也不想在这住了 也许 这也是 它这个路 这边是一个车库 看样子 一个住宅的车库 我记得以前 在北京的时候 去国子建 谁叫国子建呢 那边 周围有很多民宅 那种四合院 那种木门 上面一般都用 粉笔写着 本院不出售 请勿打扰 估计一些有钱人 到了北京 发现这个地方很好 所以就 决定要买 这样的院 这些有钱人呢 对价格不敏感 也许就 一边旅游 一边敲门 后来周围的居民 不堪欺扰 就用粉笔 在梦门上写 不要来烦扰 我这不卖 看这边的车 一亮亮的 就这样下来了 其实 倒感觉不出 有多好看 也许就是 它的名气吧 看这个画 这是小铃铛画吧 什么画 挂着的小铃铛 然后这个呢 这是居民家里的花 这是三叶梅吗 还有这种花 这个花 小藕合色的 小花 很好看 是吧 门口还有白色的花 但是门口还是不要去了 然后这边又下来的车 这一路上都是 这种刹车的痕迹 因为它这个坡道特别陡 而且有倾斜 所以它就一边 往下走 一边刹车是吧 应该是有这样的痕迹 这块有点像 练车场 这样的弯道 练习弯道怎么拐弯 这个是特斯拉 电动汽车 Tesla 这个是什么树 咯咯哒哒哒 整个修整的 八宝 这个长得很大 这个八宝很粗的树干了 接着晚上走 现在没到花季吗 是不是到春天 夏天才有花 这看不到是 看不到什么花 这不大什么树叶 是吧 这种的树叶 也有人顺着中间的路往上走 就是顺着这个机动车道往上走的 也有 还有这种 用这种小的 这种 小孩这些什么车都忘了 以前还记得名字 现在忘了名字了 远处能够看到 万区大桥远处 海带往上开的吗 还是只能往下开 应该单行的 从这边拐起来的 它这块是属于一个山头 也算人们爬山了 也算顺便 往上再爬爬看看 没有看到花 只有绿叶 可能季节不对 我看他们明信片上 九曲花街 都是开的线花 各种颜色的 各种形状的 但是现在 只有绿叶 看从这个角度可以俯瞰 旧金山某一个区域 这边有车 源源不断的下来 这就是九曲花街 前面是西 西洋 欢迎到轮巴底街 和花园 请尊重居民 和私人财产 有礼貌的对他人 在街道和布梯上 不要扔东西 减少噪音 为了安全起见 请离开公路 和种植区 不要在你的车里 放下有价值的物品 贵重物品 不要放车里 以防被砸 大体有着意思吧 人们是在这个地方 在拍摄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也许可以看到 车再往下走的 这个情境 前面这个方向 北 前面这个方向是北 所以这个街呢 是从南到北 往下走 从南到北往下走的 有很多游客在拍摄 可惜没有花朵 只有绿叶 远处可以看到海面 海面里的 海面上有游艇 可以看到 人们在这块 在照项 其实旧金山这边 还真是一个旅游城市 这边有海湾 有山 对吧 有各种植被 也有一些人文景观 大体就是这样 超过三吨的车 不要进入公共汽车和大鹏车 禁止 八座以上的车禁止 它这个标志呢 是这种弯弯曲曲的 弯弯曲曲的这个标志 住在这条街两边的居民 会多吸入很多轮胎的粉尘 因为 汽车在刹车的时候 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增加 会有很多轮胎的颗粒 被释放出来 有可能会 成为浮沉的一部分 被吸入废里 这就是九居花街 大体就这样子 咱们再从 另一个方向往下走 看一下 周围呢有一些这样的公园 公园的植被还是不错的 这是它九居花街周围的区域 诶 不对 这个方向应该是东 因为我看到太阳在后面 所以这个方向应该是东 咱们见到这个方向是东 不是北 这边呢可以看到大海 中间部分是大海 所以九居花街 大体就是这个样子咯 咱们开始往下走 不过这边的游客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噪音 是吧 所以到美国之后 慢慢的也得试着把自己的说话声音降低 这是一个码头的图案 码头 有一些景点就是那样 你来了之后 感觉就是那么回事 看这个是不是玉兰花 它不是那种纯白的 我记得北京那边的玉兰花 一般都是纯白的 很好看是吧 公司厅里边我记得有几颗白色的玉兰花 说过雨的游客 说过雨的游客 私人的区域 私人的区域 就是监控 被ADT所监控 就是这个地方有 这种监控探头 应该是意思 请远离墙和路 你看它这个路就是这样 用这样的砖 用砖铺的 用砖铺的 然后从这个角度呢 可以看到上面 对一个样子 它这个路面已经被轮胎抹黑了 带瘦啊 这边这么多卖房子的 两个单元带着六个停车位 估计在这边住的居民也受不了了 这种纷扰 集中卖房子 不想在这住 你看这边的好像一般都是游客 游客一边在这 车往下走 一边在录像 到齐 这是韩国现代 韩国车在这边不多 日本车最多 这个台阶也没有修理 都已经坏掉了 九曲花街 就是这样子 其实这里的气味不太好 有一种腐质质的味道 因为它这里常年 你看这些掉的这些树叶什么的 它就腐烂了 这个气息不太好 就是空气 有一种腐质质的味道 并不是花香 所以这边的居民 都不想住吧 这是九曲花街 没有看到花 感受了一下 有人在照相 空气不好 这边的空气不好 从九曲花街 离开之后 这个空气可能会好一些 你看到这边来 空气就好多了 就没有那种腐烂的气息 大体就是这样 九曲花街 感受了一下 没有花的九曲花街 哈哈 这个是树哥的 不知道什么树 它的树皮像迷彩服 好了再见了 这就是旧金山的九曲花街 热了 我就把棉袄脱下了 棉袄 再见了